最困难的时候 这个船舶和钢骨头 它形成一个共振 容易把船体撕裂 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一点都没有进展 所以说我们就去把它比喻成砍 一点点砍 用时间 用我们的意志 去把它慢慢地磨下来 不能掉到海里面去 破坏这个色彩环境 我们朝下一看 看到海龟海豚的游 包括鱼啊 对我们都不隐心 对这个环境进行一个破坏